北京昨日大火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情况又有了新的发展 根据北京市的最新通报 死亡人数已经从21个人上升到了29个人 其中有26人是住院患者 是的 我们想象不到火灾之时 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本来他们待在最为安全的医院之中 养伤疗愈 然而谁能想到一场大火剥夺了他们的生命 这场大火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消防部门的初步研判 这所医院正在进行内部改造 施工时候的火花引燃了可燃物 最终导致了这场大火 又是内部改造造成的火灾 实际上过去几年 在很多城市都发生过类似的案例 内部施工改造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消防的情况 最终引发了火灾 造成了人间惨剧 北京市消防部门说 他们会进一步调查整个火灾的起因 而且未来要对养老机构 医院高层住宅 以及各种各样的地下设施 进行新一轮的消防检查 是的 亡羊补牢 尤为耻野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拿出百倍的努力 在消防问题上 因为水火无情啊 可是反过来讲 为什么每一次在有了重大灾害出现之后 我们才想起来要把我们的安全措施 消防措施做到位呢 为什么每一次有了这么多人命的丧失之后 我们才能更注重起平日的安全来呢 说实话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做到前头去 那么我们能挽救的是无数个家庭啊 尤其是这场大火还告诉我们 一定要重视建筑物的内部改造引发的火灾 我们知道很多新的公共设施投入使用之前 消防部门是会做严格的检查的 然而很多建筑物使用多年之后 往往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施工改造 包括家庭也会装修 这个时候有多少企业主 有多少人会主动想到向消防部门求助 让消防部门来检查一下自己的施工现场合不合格呢 大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不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室内装修吗 犯得着请消防部门过来检查吗 结果往往灾祸就来源于一时的疏忽 这一次我们不但要追究那些疏忽者的问题 让他们付出代价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应当考虑到 危险真的时时刻刻都在 永远不能掉以轻心呢 但是我们fully米饭都没掉以软息 compassionate ücken诼 感谢观看